今天的追踪第一线我们要带您关心中国湖南洞庭湖一线提防 上周五突然溃提 紧急疏散五千多人 连远在塔吉克的习近平也紧急返国 目前最新状况如何 我们要联系给特派记者敏真 中国大陆湖南选洞庭湖是大陆第二大的淡水湖 那么在调节长江水位上它是扮演重要的角色 但是洞庭湖在七月的时候是遭遇了今年最强降雨 时隔四年再次发生了洪水的险情 洞庭湖在岳阳市华融县发生了溃提 不到24小时绝口扩大到226公尺 超过五千人已经是连夜紧急撤离 官方在稳定灾情的同时是对外表示 现阶段并没有民众死伤 不过对于这样的说法 很多大陆网友是打上了大问号 因为正在国外访问的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都已经是对外表示 是要求当地必须是权力抢险来保护人民的 那么大陆央视最近也前往灾区来直击救灾的情况 封堵洞庭湖决堤口合拢工权正在进行当中 那么现在是有上千名的救难人员正在紧急施工作业 专家预计公旗大约是四天左右 那么官方的讯息也显示 已经是调配了三千多人 五十多台工程车 还有十八台挖土机进行救灾的工作 另外对第二道防线也开展了加固的工作 但是除了暴雨之外 大陆现在也面临热浪威胁 河南就碰上十年一遇的大旱 恐怕会冲击粮食安全 我们再把时间交个明珍 大陆湖南饱受大雨洪水之苦 河南则是面临了高温的考验 今年四月下旬以来 河南省平均降水量26.6毫米 是比常年同期偏少达到了75% 那么截至6月13号 大部分地区连续无有效降水 日数是超过了60天 郑州等10个地势还在70天以上 那么河南省气候中心 在6月12号的时候就发出了干旱橙色预警 州口、筑马店、平岭山 还有洛阳等16个地势 72个国家级的气象站 是已经达到了重旱等级以上的等级了 那么在这些干旱地区 不少是产粮大县 有农民就说 只要没有水稳定的灌溉 小麦的产量就会大大的缩减 有人说这次干旱的严重程度 是1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 井水是越来越少了 河道也几乎都干了 每天都是在盼望着 可以快一点下一场大雨 那么大陆官方的数据也显示 今年在6月的时候 破纪录的高温 是已经让大陆的西北 还有东部地区主要的产粮大县 陷入了困境 玉米是延后播种 而其他地区则是面临暴雨淹没了 大豆还有稻田 那么再到了7月 全中国大陆多数地区的气温 都是比往年来的偏高 面临的是更热的热浪天气 还有频繁难测的暴雨 极端天气将导致棉花 还有倒座的减产 持续威胁着粮食安全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